大家好,剛剛part3是希望講解stitching detail的這個範例程式 不過我們只講解到簡單的stitching.cpp 那我們繼續往下讓大家看一下我們的那個範例 剛剛這個簡單的版本,我們剛好試著解說它 那通常解說完就要試著執行看看 在裡面所謂的專案屬性裡頭 我們可以看到真錯,我們加上了 比如說七個檔案名稱,七個有交錯的圖檔 從不同角度照的攝影機 後面我加了一個參數,叫-try-use-gpu-yes 所以它有幾個參數呢,1234567 這整合起來是第八個 YES是第九個,中間用空格格開 更前面有個執行檔,是第十個參數,所以它有好多個參數 當我們用這樣參數在執行的時候呢,我們就可以啟用 剛剛我們的 參數ParseArgument的一個功能 在最下面ParseArgument 它會說如果 如果現在得到這個最後倒數第二的參數是 try-use-gpu的話 那下一個加1就下一個整列,下一個值如果是YES就是gpu No就是不使用gpu 那預設Default在最前面它有跟你解釋說 預設Default 是false 是不使用gpu 好,我們看完了這簡單版本之後 我們想要看 比較複雜的版本 所以我們在cpp方裡頭 我們找stitching stitching裡頭 DTL這檔案,我們剛剛有開啟它 開起來 所以 一個是簡單的版本 一個是複雜版本 那我教大家一種看程式碼的方法 通常在view裡頭有一個叫fold all 全部折疊起來 程式碼全部折起來 就變比較精簡 這個stitching這個也是全部折起來 我們用 high level 比較高階的方法去看它 簡單的程式碼這個宣告其實就是 就放了一堆宣告 它有一個man 函式 有一個印參數 有一個處理 印使用方法跟處理參數 那麼在比較複雜程式碼頭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一樣看 有一堆include 左邊include只有兩個 因為我們直接使用stitcher 右邊因為我們是 主行的去做處理 DETAIL的處理 所以有DETAIL的所有細節 隱固非常多的.hpp檔案 這就是opencp2或opencp3的一個風格 就是你要有用到什麼 就把它對應的include東西 include進來 下面 有print usage 也就是跟我們左邊的一樣 使用方法 Parse comment argument 處理你命令的參數 在下面這邊 也有一個處理命令的參數 Parse comment argument 但是在行數大概有200行 那左邊簡單的大概就 不到100行 那這裡有200行 MAN韓式更是我們跳最後一行 MAN韓式到底有多少呢 大概有300行的MAN韓式 大家跳最後面 有大概有300行的MAN韓式 而我們在stitcher裡頭 這個MAN韓式大概 不超過 那個 20行吧 30 40行左右 所以 這個detail的程式比較複雜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是把它 Ctrl-A Ctrl-C 複製 整個 把我們的這個 Stitcher.cpb 換掉 整個給它蓋掉 我們換用新的版本 給它全部貼下去 那程式碼 這邊秀出 765行 要講解要花點時間 我教大家一些簡單的 技巧 來看程式碼會比較輕鬆 通常這個 註解給它關掉之後 我們就看我們的程式碼 這include給它關掉之後 我們就知道 這是做include的動作 那麼一樣 我們第1個組織是 参數 debug的參數在哪裡 這是使用方法 他跟你講 Stitching detail這個範例 雖然副檔名叫stitching 我現在執行檔叫teststitching 這都不重要 總之就是個執行檔 產生出來的執行檔 他前面是給一堆檔名 後面給flag的參數 參數 這個flag的旗標參數有哪些呢 A 前一缸 trygpu 那什麼是 對不起看錯了 preview 是要不要看 那個 要不要看中間的那個結果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希望快速的執行 我們希望快速的看我們的 那個執行的結果 而且解析度需要低一點 不要最高解析度 我們可以使用preview的參數 教大家在看程式碼的時候 通常是先看使用方法 usage使用方法 要preview 程式可以跑比較快 那我們可以嘗試加他 那這個trygpu 要gpu 還是不gpu 他有個參數叫 減號減號 trygpu 要 空格寫yes 不要空格寫no 那default呢 是no 就不使用gpu 那如果你想 試試看這些參數 我們就按右鍵 在我們的 那個下面有個屬性的地方 專案的屬性 真做以頭 我們可以挑挑看 他我們要試的參數 比如說我們需要preview嗎 如果需要 我們就把一個參數 這個前面是寫檔名 很多檔名 後面寫參數 比如說我們寫 減號減號preview 那麼他產生的就是 low resolution 低解析度 的結果 後面 trygpu 要還是不要 如果我們 要gpu 就空格 減號減號 TRY底線 gpu 空格YES 所以YES 是後面這個 前面減號減號trygpu 是前面這一個 然後他有個參數是 preview的參數 那 我們先 要不要儲存 要儲存 我們就把這個全部儲存起來 那麼 我們現在就可以 把這個參數 用preview 而且有trygpu 我們往後繼續講解 後面有幾個特殊的參數 Motion Estimation 要推估你現在的Motion 是怎麼做移動的 就是說 你攝影機A攝影機B 他Input 其實只有一堆照片 這些照片呢 我們試著 開起來讓大家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在 我們的這個範例的專案 我們試著開一個新的專案 就要做 錯了那個Test stitching sample 裡頭 我們的專案資料夾裡面 有這麼多的圖檔 那這圖檔這幾張圖檔 有沒有什麼關係 有沒有相依性呢 互相有沒有關係呢 他的Motion要怎麼偵測 有什麼重要的特色呢 在這個Motion Estimation 的flagget 可能都會有使用到 我逐一講解一下 Work Megapixel Resolution of Image Resolution 意思就是說 Registration 對不起 我們在 動作分成幾個步驟 第一我們希望知道這幾張圖 要把對應點對齊 而對齊的時候 那個 到底 你的圖的解析數字是多少 有沒有一些數字 去 稍微做講解一下 然後呢 後面這個feature feature是特徵點 就是我要找對應點的時候 記得在 AutoStitch 當初的 Sift的 那篇論文裡頭 是用Sift的特徵點 可是他有申請專利 所以在這邊 他使用的特徵點 就改用 Sift的特徵點 Surf Surf 另外篇論文提到的 Surf的特徵點 或是Orb的特徵點 預設 使用Surf的特徵點 總之這個四個英文字母 Sift Surf 那這還有個 Orb 有一些 特徵點的參數 那 接下來這有一個 特別的參數 叫match的confidence confidence 叫信心指數 那他有推薦你兩個還不錯的參數 一個是0.65 一個是0.3 0.3是for後面的特徵點 Orb的特徵點 前面的0.65是for Surf Surf的特徵點 這個就代表說你找到特徵點 你確定他百分之百一定是對的嗎 有多有信心 有的信心會決定你要到時候估算的時候一個細節 後面有所謂的confidence confidence信心程度 你對你找到特徵點相似或不相似 你對那個數字有多有信心 有一個search hold 他預設的search hold是1.0 我跟大家講 他參數加很多 我們真的在用的時候調參數 可能調的很辛苦 通常預設參數他覺得比較好的 我們預設參數其實是不錯 如果你要做其他實驗可以調一調這些參數 而後面會跟你講這些參數 怎麼拿來用 接下來後面有個 BA 英文叫bundle adjustment 就是你要整體去調整有一個cost function 他有兩個a叫reprojection 重新投影 b叫ray 這兩個我不是那麼熟悉 不過我建議大家可以去看 OpenCV 的 OpenCV STITCH Stitch 裡頭 你就會發現 在pipeline a.spin 他會跟你講 所有的步驟 先用pipeline 了解他到底有哪些英文字的步驟 流程 他是怎麼做的 b是所有的函式 而這個stitching函式 比較複雜 內容比較多 點開來每一個都還有好多其他額外的功能 我建議大家 了解 先了解剛剛簡單的範例 簡單範例是這個 簡短的版本 Stitcher這個版本 Stitcher這個Stitcher這個版本 然後接下來要看這個detail的時候呢 我們 去認識pipeline所有細節 找特徵點 對應特徵點 等等的 怎麼推估現在的攝影機參數 怎麼重新找到 你的攝影機的正的位置 怎麼去把它做 Registration 整個對應 註冊對應完成 對應點的註冊對應完成 然後再把圖像整個做變形 變形完之後 再去做整體的亮度的調整 或者是把它 整體的 把那個 曝光的 錯誤找出來之後 把它補償回去 再把不同圖 稍微做blending 混合在一起 而且需要把裡頭 有一些圖 給他切到比較帥氣的一個步驟 而這個 所有的細節 這一頭 在detail裡頭 有全部 這是高階的函式 Stitcher 但是他也有 所謂的細節的函式 這些全部是detail細節函式 這些函式要全部講完要花很多時間 其實去讀 他的pipeline的細節 去EK去看 可以讓你對整個貼圖更了解 可以讓你的 整個做Stitching貼圖 更有效率 更 準確 或是更好的結果 我們回過頭來繼續看 我們這邊不會講太多 我只教大家要看程式碼的時候 怎麼去看他參數 所以有個參數叫bundal assurance 整體去A跟B綁起來去調 要怎麼去做他做的事情 後面繼續講解 有些我也不是很熟悉 BA的 bundal assurance BA的refined mask 我覺得有點吃力 我這後面就不再繼續細講了 就簡單說 裡頭的每一個參數 你都可以想像 他其實在剛剛的 這一張圖裡頭 我剛才重新切一下 在這張pipeline的圖裡頭 都佔有一席之地 都有一個框框在對應他 就去讀他去研究他 會有很大很棒的一個效果 好 假設我們成功的把它弄出來 我教大家另外一個看程式碼技巧 按右鍵 選擇大鋼 大鋼裡頭有一些小小的工具 可以使用 舉例子 在大鋼裡頭 我們希望全部摺疊起來 那他就可以幫忙把這個 順部的範例給他摺疊起來 我再做一下示範 按右鍵 大鋼 我希望大鋼展開 還是切換所有大鋼 假設我現在需要 切換所有大鋼 速的一聲 就切換起來 這時候再大鋼一次 切換所有大鋼 速度全部關掉 所以他是整體關掉 整體開起來 所以 我們剛剛前面的 Usage 也有講了這麼多的紅色的功能 參數 在下面這一頭 Parse Command 分析 逐字分析 命令的這些參數 就把剛剛的參數全部拿出來做 然後他這個參數全部展開之後呢 他就可以讓我們 把上面的這些預設的參數值 這有預設參數值啊 去做 調整 要改還是不改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先從不用改 做起 預設參數值 其實可以先不用改 等到你熟悉每個參數一次改一個參數來學習會效果比較好 那麼最後我們要進入我們最辛苦的 MAN韓式 MAN韓式的內容 相當的多 大概300行 那我們能不能講重點呢 我現在帶大家看一下這300行程式碼的重點 大概從這頭開始 MAN韓式 337到700多行有3400行程式碼 那我教大家個小秘密 你可以把這整個 紅色的 滑鼠拖曳他 可以拉開來 再點兩次 他可以 再點這個 Titlebar兩次 他變全螢幕 這樣看程式碼看比較多 那在 做分析的時候會比較有效率 可以看比較多行比較了解他做什麼事 那你需要他變小呢 你只要把他關掉 要不要儲存 假設我應該不用儲存 不管啊 先把他關掉之後 再點兩次程式碼 他又 這是簡單 抱歉我再重新再剪貼 剛剛的程式碼 剛剛忘了存檔 Ctrl A Ctrl C 全部貼起來 然後先存個檔 把程式碼整個拉開來 放全螢幕 看程式看完之後 非常多程式碼 看完你希望恢復原狀 你先把它關掉 這時候再點幾兩次 那他又從這個小區 開起來了 用這種方法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程式 看的時候比較有效率 好我們把註解關掉 我們剛剛的這個 Include關掉 Include關掉 這個print usage關掉 這下面這些預設參數關掉 Parse參數 我們也可以把它關掉 Main含式 他主行去做 分析 那我們只講最重要的 部分 把它程式分成幾大塊 這個有一個if 跟if 跟andif 那我講解這個意思 這意思說我現在要計算時間 因為在最後面 這頭他會希望印出來說我到底花多少時間完成這個貼圖的計算 所以在最前面這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到你到底現在 是要不要做 時間的紀錄 要不要一開始先記個時間 後面要怎麼記個時間之類的 開始做紀錄 中間做紀錄 每做個紀錄 那他就會把紀錄的東西 訊息 把它 紀錄起來 後面要做事情方便 好 那我們接下來找我們的重點 重點在剛剛前面Include的地方的時候有用這麼多的工具 自動校正 影像疊合 攝影機相關的參數細節 曝光的補償 就有些亮有些暗 Mature 去做比對 左邊的圖跟右邊圖到底誰跟誰對應 特徵點誰跟誰對應 Motion Estimator 推算出現在的照樣機到底差多少 Sim Finder就是兩張圖 假設要疊合 你直接疊總是會有縫 那他就說我稍微切割一下縫 有沒有找到一個比較適合的切的縫 一些工具 然後圖像也要稍微變形 因為 每張圖看起來是長方形 可是貼出來 可能要稍微變形才能貼起來 因為他會有一些透視的變形 而這些 參數 在後面的地方 他也就會有對應的 參數 我試著帶大家走走看 走走看 一開始我們已經找到所有的影像了 所以ImageNames是所有的圖檔的檔名 圖檔檔名找到了 那就會把那些圖檔都試著找進來 然後如果圖檔的數量少於兩張 就是只有一張的話 他就直接送訊息 LogLine 就是他會送訊息跳行 說圖太少了 他就一直送訊息跟你講 這Longine是他跟你講 現在要找特徵點 也就是說前面 他就已經成功了 Pause命令列的時候 他就幫你把所有的圖檔 都找到了 圖檔找到了 那他做圖檔的分析 那圖檔分析的時候呢 他先計算個時間 這邊之後我們往下拉 從這邊開始 然後這裡頭有個重要的參數 Have OpenCV Non-Free 如果我們要用Non-Free的話 Non-Free就是說 可以用Safe的Safe這些有專利的參數 如果要用有專利的參數 那我們去用它 所以如果要有 而且要有GPU的話 我們就使用Safe 因為Safe也有專利 找特徵點的方法 這個是要找特徵點的方法 那否則就用這個找特徵點方法 要還是不要的一個選擇 那下面如果沒有 沒有用Safe 沒有用GPU加速 那我沒有ORB ORB可能沒有專利 所以大家可以用ORB的這種特徵點 所以這是特徵點 Safe的特徵點 ORB的特徵點 當然 OpenCV新版的好像我金箱中有十幾個 不同的特徵點的找法 有些有專利 有些沒有專利 然後呢 如果這是不幸的什麼 不幸的是 既不是Safe 也不是ORB的話 那他就印出一行 數據 說抱歉你現在的2D特徵點 我怕我不認識 他直接就給他直接中斷掉了 然後下面 假設有找特徵點 所以有哪些特徵點 Image的Feature有好多種特徵點 那總之他就去找他的對應的特徵點 然後 他找到特徵點找完之後 每一張影像 這個什麼 每一個Full Image Size Full Image Size是什麼意思呢 總之這準備了三個陣列 這三個陣列呢 數量都開剛剛好 假設你有七張圖 就是777 三個7都放進去了 那 前面的七張 所以在這個地方 Full回圈 有七張圖 假設有七張圖 他就針對每張圖 都把它Feature Image Feature算好 每張圖都會放在 Matrix影像裡頭 每張圖有自己一個Size 的一個大小參數 那我們接下來 這地方就精彩了 Full回圈每張圖都要做 很複雜的處理 有什麼處理呢 你已經有檔名了 我就把這張圖 直接讀進來 而且這張圖的長寬 放到他對應的 那一個陣列 的長寬存起來 如果不幸的有一張圖讀不到 任何一張圖讀不到 他強制中斷 而且告訴你 某一張圖在讀這個圖檔 檔名 這個檔名 圖搭的時候 讀不到 後面我稍微加快角度做簡單介紹 在這裡頭 這個 Walk Megapixel 要不要 處理很大張的圖檔 還是處理比較小的圖檔 當圖檔很大的時候 要花時間 我們如果開啟 Prevue功能的話 可能可以讓他處理 用比較小的圖檔去處理 找特徵點 速度會快很多 小 粗糙圖 簡單的圖 先做 然後 不見得要先做 比較複雜的圖 這是一種 特別的程式的技巧 然後所以他要不要scale 如果要scale 那我就讓他先做粗糙的解析度 讓他可以比較容易做出來 後面這也是一個需要的參數 包括我 在做SIM SIM就是做圖 圖的切割的時候 縫補切割就是 SIM就是切 要切還是不切的 SET 這裡我不是很確定 不過我們繼續往下看 後面精彩在這一行 這行意思就是說 這是個指標 這是什麼指標呢 這個指標 就叫韓式的指標 如果你看不懂沒關係 你看到圓瓜加指標 你就把全部遮起來 反白 他就是一個韓式 有一種 Find找特徵點 找特徵點的韓式 他可能是SERV找韓式 或SIF找韓式 或是ORB找韓式 不知道誰找韓式 總之 有一張圖 韓式Input的一張圖 他的Output 是一堆特徵點 他就把這張圖有所有的 100個或50個或77個特徵點 不管特徵點 全部放在這個 陣列裡頭還有個陣列 這個陣列裡頭的特徵點 找出來 那找完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現在這個是第幾張圖的特徵點 好找到了 那後面再做其他的影像的備份啊 那這些不快啊 總之 在前面這個大括號 千辛萬苦 我們就找到了特徵點 第一部分特徵點 Click by garbage 是收一收準備一下 不要浪費記憶體 不要浪費東西 程式才能持續做 所以這前面 後面叫收尾 Finder 就是我們的那個韓式 要負責找特徵點韓式 其中 這一部分 Part 1 是找特徵點 好我接跳下一頁 如果找到特徵點之後接下來我們要Part 2 2 是找特徵點 第一張圖跟第二張圖 第二張圖跟第三張圖 每一張圖要找特徵點 的比對 怎麼比對呢 有一個叫Mature Best of Nearest Mature 總之它就是一種Mature 比對的一個 Mature 負責幫你比兩張圖 誰跟誰對象 那參數要不要CPU啊 要不要 Mature的Confidence 就訊息指數有多少 然後他用他想辦法找到最好的特徵點 然後 準備好之後他直接用一個高階指令 Mature 直接找特徵點找完之後 Mature結束 跟剛剛程式很像喔 剛剛前面展示找特徵點之後 我們也是把他的 Finder 收尾收起來 這個也是 他也是把Mature 收尾收起來 所以關鍵只有這一行 找到 這某兩張圖 的 特徵點 那到底有哪些圖呢 他就 努力的去找 對應的圖 去給他找出來 下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 找到了 圖 的特徵點 要不要存下 Graph 什麼是Graph呢 就是 簡單說 A圖跟 B圖有沒有相接 B圖跟C圖有沒有相接 A圖跟C圖有沒有相接 它是一個Graph的連接狀態 誰跟誰有Overlap 誰跟誰接在一起 那有這個之後到時候比對 就用這些來比 變形用這些來扁 所以他會先把他建出個Graph做處理 接下來下面 就是 留下 最大的component 就是我們要做接圖嘛 那我們希望每些 某些圖都 疊疊疊接在一起 那我們前面 算出個Graph 算出來了 那這邊我們希望做圖 準備要做結合 結合之前 他說我有哪些圖 是OK的 是哪些圖 FORWED圈裡頭 哪些圖對應是OK的 要去做處理 我們跳下一頁 現在在這裡講說如果他圖的訊息 最後能夠用到的圖 跌合的圖 跌合的結果 幾乎都沒有什麼跌合 他就再說 再跟抗議說這個圖 不夠 不夠做跌合 不行啦 然後因為你能夠跌合在一起 圖太少 後面這邊 Homography 是兩張透視投影的照片 我要做估算 Estimate 我要估算 估算看看 他對應的透視的參數是什麼 所以有這 Estimate 之後呢 我們就把 Estimate 算出來 然後同時有所有的 攝影機的參數都算出來 也就是每一個照相機 從哪裡照的 都會把它算出來 這叫攝影機的估算 到這 那麼接下來有好多參數的只要算 那我們就要做 Bundle Adjustment 就是 我要調整 就現在 有好多組的照相機 每一張圖都是一個對應的照相機 這麼多照相機對在一起 誰跟誰 疊起來 誰跟誰有關係 希望整體找出來的結果 全部可以接得 非常的合理 非常的棒 他有兩個參數 A是Reposition的 Bundle Adjustment 第二個是Ray的Bundle Adjustment 這兩個我都不熟悉 可是 照慣例 我們在 Stitcher Pipeline 簡單介紹完之後 這裡有 全部完整的 DTL介紹 如果你 對Bundle Adjustment 有哪些 那個 兩者 調 調整 他的 投影的 就是照相機的位置 照相機的投影 位置 旋轉位置 跟移動位置 你要把它調好 你要調的時候 如果你不熟悉 你可以看 這一頭 點去看 他估算的結果 他的意思細節 這裡我不熟悉 我們往下繼續看 假設經過千辛萬苦 我們找出來 我們找出來了 這些照相機相關的 空間的對應關係 那後面 我們 就可以做所謂的 Camera Calibration 就是照相機的校正 有特徵點 有對應關係 我們做校正 校正我們其實希望 準確算出 攝影機的內部參數 攝影機的外部參數 攝影機的旋轉的位置值 攝影機的 那個移動位置 所有的細節全部把它 做校正校正好 總之 在這一頭 所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希望知道這些相機 藉由特徵點比對算出來之後 我想知道 照相機的關係 照相機關係 如果知道了 後面我們就依照照相機關機關係 關係 去把 圖片 去做變形 變形是為了疊合的效果 因為每個相機都會有變形 他本來就已經有這個變形 我們再給他變形回去 變形回去 這樣才能夠做完整的 圖像的疊合 所以這邊就要做圖像的變形 那做圖像變形的同時 他還需要 所謂的圖像的mask 簡單的說 我們可以把 在這一頭 我們可以把那個 我再找一下mask給大家看 在這一頭 warp完圖像 之後我們 需要 知道 相機的 在這圖像裡頭 他所佔的區域在哪裡 簡單的說 我開啟一個 我開啟那個Google搜尋 那個Pen 算了 在這邊 我現在馬上開啟autostitch這個用sift的翻例 在做這種環廠接圖 每一張照片 照的是不同圖的角度 不同角度的方向 而他最後 做出這張圖裡頭 其實每一張圖 都會經過變形會佔有一席之地 有一個 變形的長方塊 每一張圖都有一個變形的長方塊 那麼我們就可以使用他 來 我們先開啟一下 所以 每一張長方形的圖 都可以變出一個比如說扇形或變形出來的圖做出來 而這個 就回應 估算 這邊有講 我們就需要warp完圖之後 每一張圖 就會有他自己一個mask 知道圖 哪 整體最後完成的圖裡頭 哪張圖在哪裡 哪張圖在哪裡 所以warp圖 而且建築出他 在最後結果 所對應的mask 是哪裡 後 他發現了有幾種warp的type 變形的type 是平面 全部平面的變形 比如說我是要照掃描 去掃描一個圖 掃描 從小圖接觸大圖 還是要 Celinder 珠狀貼圖 Celinder 或是 Sphere 圓柱貼圖 或是 語眼鏡頭貼圖 或者是 立體的 Stereo 左右兩個立體視覺的貼圖 或是其他 總之 有好多的參數 他就會對應 OpenCV不同的 變形 而這個變形的warp 可以幫助你 變得非常好 你只要給他對應的參數 參數是好 他就可以幫你 把這個warp 準備好 而這warp 最後可以幫助你 做出 正確的變形 跟正確的mask 全部給他完成出來 所以這次 mask也變形好了 圖也變形好 全部都變形好 就可以做我們要做的事情 接下來 我們 把圖像全部都變形好 他秀出個 你要把圖像 在一起之地變形出 對應的變形變形好之後 後面 需要做收尾的動作 所謂收尾動作 所謂的 Exposure Compensation 這個 這個 名詞叫compensator 就是說我需要把每個人曝光調好 意思是說如果我沒有調曝光你就會發現這一個縫 有地方比較亮 有地方比較暗 他一條直直的縫就出來有亮有暗的接縫出來 這裡 他已經把位置找好了接下來希望 非常好的 找出一條縫隙的縫 比如說我希望 做手術開刀的時候我希望縫接在某個地方讓他弄的 弄的看起來幾乎像無接縫 就像原來的一張圖一樣 所以這一頭 做的事情就是把曝光補償 全部去做 而且把曝光對應的縫找出來 想辦法把整體的亮度調好 最後完成 我們的所謂的 曝光的補償補完 讓他全部的縫OK 下面這邊就是做曝光補償的動作 曝光補償補償完之後呢 我們程式快做完了 我們最後輸出 這邊就是曝光補償要做的事情 補償完了 頭也完成了 最後我們做blending blender 我把很多張圖 貼合在一起 那貼合在一起之後讓他看起來都 天影無縫 完成 那以上 就是我們全部 一步一步 完成 stitching detail的一個方式